全国禁私书宣开始营业了 但都必须照着中央政府所规定的 标准作业程序来进行 以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 因为现在每一个地方都要跟着那个SOP 他们有准备每一桌都有一个清洗 然后进来的时候要scan 然后要写名字 然后要scan那个温度 桌子就比较少去 因为要social distance 从3月18号到现在7月1号 禁私书宣门市营业停止已经有84天了 民众都很期待回来书宣 大家都一直在关注书宣的面子书 因为我在MCO期间 我就有一支在注意你们的面子书 然后有一支在看你们其实有营业 然后我就有很多天都想要一直过来 因为我很想过来这边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在政府设定的标准作业程序下 重温的民众对苏萱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这边的环境又来都给我 是一个很 就是可以让你身心很平静 然后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可以坐下来自己思考和自己的人生 然后可以静下来可以专心的做自己的东西 不一样可能就是人潮吧 就是之前来这里的时候就是买坐 那么MCO之后可能就可能也是 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复工 所以还没有这么多人 但是还是很喜欢这样子 比较安静的这个环境 尽数书宣做好防疫安全措施 给您有个安心的地方 放慢脚步喝杯茶 放松心灵的压力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冯利西报道 放松心灵的压力